大家好,我是艾云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托帕培养攻略崩坏星雄铁道复刻托帕 抽取建议技能B.A面板美行技加点星魂光罪翼器配队 今天我来为大家带来关于崩坏星雄9-202版本 即将复刻托帕的全发位详细攻击解析 帮助大家更好更快的了解托帕这个角色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决战恨吉 专猫圣吉行医是你的材料在这一听阐述化的 有需要的提暂停查看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技能部分 首先是他的普攻 对指定敌方单体则等头一多霸与零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 这个没什么特别之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战绩 首先施放完战绩后 就可以让敌方的某一个指定单体陷入负载证明状态 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可以挂的负面状态 然后呢 最后负载证明状态可以干嘛呢 就是让对方受到追加攻击的伤害提高50% 也就是说如果是追击起系里 那么这个伤害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负载证明状态 只可以对最新被施加的目标生效 并且我放目标回了开始或行动的时候 如果场上不存在陷入负载证明状态的敌方目标 则托怕会随机使敌方一个目标 陷入负载证明状态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假设我最为而对一个目标释放了战绩 那么下回合我在对另一个目标释放的时候 负载证明状态就会进行转移 同样如果说某一个负载证明状态的敌方目标被消灭之后 那么下回合开始的时候 这个状态就会随机挂在敌方一个目标的头上 然后呢 账载还会对该目标造成等同于 托怕150%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 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托怕的战绩就是追加攻击 所以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三变就是胆闷的终结系 是账载证有长无惊人状态 然后呢 伤害倍率极高150% 暴击伤害极高25% 并且当陷入负载证明状态下的敌方目标 受到我方普攻干剂或终结剂攻击后 账载的行动会提前50% 账载释放两次攻击后会出该状态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边行动桥里会出现一个障等 那么这里右下角这里会出现一个标 方纳这个数字上显示R的时候 代表着咱们的终结计还能让帐长进行两次强化输出 比如说解一后 然后就分一次 最终恢复到零次 也就是终结计的持续时间结束了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天赋啊 战斗开始的时候呢 托怕会召唤帐长 也就是说 我们在行动条上出现了帐的 默认初始拥有80点的速度 并且呢 帐档的行动也是最佳攻击 我们刚才说了托怕释放10G也是最佳攻击 那么现在有第二个 就是帐长的一个额外攻击 也是属于最佳攻击的 然后呢 对陷入附带证明转的下的敌方目标 单体造成等同于托怕一定攻击翼的火属性伤害 并且陷入附带证明转的下的敌方目标 时候我方追加攻击的时候 帐长也会行动期限50% 那么这里就需要注意一点了 因为我们刚才在终结计那里说到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牵手配合终结计 我们就知道 首先我们在任何一个回合内 只要在陷入附带证明转的下的敌方目标 施下最佳攻击 帐长就可以行动低限50% 如果希望我们来冬结季后 那么就是我们释放任何攻击 攻击附带证明转的下的敌方目标 都可以让转转的行动低限50% 但是唯一一个不能拉帐长的 那就是我们帐长自己不能拉帐长 然后呢 就是托怕现在无法战斗 但是帐长会消失两者去一体的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当帐长右下摇的行动值 小于等于63的时候 那么我们只要拉一次 就可以把帐长拉上来 当大于63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拉两次才可以拉上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托怕的秘技 它的秘技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 首先在霸世界中 我们可以方便寻找战利品和铺板 然后呢 还可以让我们每天获得1万的新点 在魔力宇宙里呢 还可以额外获得少量碎片 并且还可以小概率获得随机起物 然后呢 在混动和虚构中呢 我们使用秘技后 再进入战斗时 撞上首次释放攻击后 托怕回复60点能量 也就是说我们开局释放秘技 然后呢 破霸死亡战绩将壮仗甩出去 那么此时此刻 立刻就可以开启咱们的大招了 所以说也是非常好的 下面看一下毕业面板要求啊 保持率息子以上越高越好 保机伤160以上越高越好 速度134以上 但是需要注意 配合真理的时候 需要保证近钻到后 在真理的前面行动 提前去挂负面 这样的话才能让真理打出更高的输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行迹部分啊 我想2%最好点是 保机率10% 生命值10% 但是这里加点的时候 注意普攻可以费后再加 并且呢 这个生命值10%呢 也可以在我们资源充足的血红光下 再把它全部加上去 资源不够的时候 可以暂时先不加 然后是额外能力123 额外能力10 释放普攻的时候 也相当于最压攻击吧 我们刚才那边也说到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就知道 普攻数最压攻击 探技数最压攻击 杖杖带额外行动桥里的这个攻击 也属于最压攻击 然后呢就是额外能力2 破霸5战争对拥有活属性缩点的敌方无药 造成了伤害提高5% 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增伤 然后呢是额外能力3 当杖杖处于涨幅 经验段态释放攻击后 额外使破霸回复失点能 这里需要注意了 这里就是说 我们只要释放完纵结季后 杖杖再进行攻击 无论是站到额外行动条理的攻击 还是说 我们脱霸释放战季 都可以让脱霸 额外恢复失点能量 这里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必须保证先释放纵结季败可以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步伐 首先是一回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 陷入复带登明状态下的 敌方目标 受到追加攻击后 将会陷入被执行的状态 那么这就是第一 二个偷霸可以挂的负面了 单次攻击内最多生效一次 并且呢 被执行是干嘛的呢 就是让敌方受到追加攻击的伤害 好击伤提高25% 最多抵押击成 也就相当于提高50%的爆伤了 所以说也是非常好的 当然注意 复带登明和被执行是一样的 复带登明移除 被执行同样 随之移除 所以说通过这个一魂之后 托带就可以从本来只能挂一个负面 变成了可以挂两个负面了 然后呢就是二魂 障挡自身行动 并发动攻击后 托带会回复无敛能量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解放回能了 然后是四魂 障挡自身回合开始的时候 托带行动期间20% 这样的话 托带就可以更多次使用普攻 然后呢 使用普攻追加攻击 再反过几续拉 阿障挡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是六魂 六魂呢 首先就是让掌幅性的状态 从本身的两次变成三次 这样的话 障挡本身输出会变得更多 其次呢 它能被拉的时间也会更长 因为我们说了 只要是望眼中叠机后 那么任何攻击都可以拉障挡 并且呢 释放攻击时 火属性抗行穿斗 还会提高10%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进一步提高咱们的伤害 下面呢就是五星 宽守光追 担导着 幸福着 让我们的暴击 提高18% 最佳攻击 造舌伤害还会提高30% 释放最佳攻击后 目标还会陷入温讯状态 这里需要注意的 就是第三个负面状态了 该效果最多 叠加两层 每层可以让咱们的暴击伤害 提高12% 但是这里一样要注意 我方目标 击中温讯状态下的 敌方目标死 也就是说 它是对我方全体的一个增幅 所以说总体案还算能看出来 我吧 它很欣向于辅助队友 无论是专用 我这个温讯状态 让全体的这个暴击伤害提高 还就是说 咱们新闻一中 被执行状态 也可以让队友的追加攻击伤害 进一步提高 同样咱们战绩中也 其道附带阵状态 也可以让追加攻击 提高伤害50% 所以东力案来说 它在追击队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然后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五星限定光追 鱼夜色中 肯定也是可以带的 当然大宇纯粹思维的吸力 然后其他呢 我们还可以携带 黑打放电子 星改群光和卢尼翻棉 总体案来说 它们两张效果相差不大 对吧 哪个蝶影高带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同样我们也可以 从四星光追中心 选择 论剑 唯有全魔和最后的赢家 论剑和唯有全魔 它们两个一样的 你根据哪个蝶影 高带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们两个是大宇 最后的赢家了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没有专务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在 以下这些换队中 进行选择 总体案来说 第一 那就是鱼夜色中 第二呢 那就是新凯寻港口 用你嗨眠 根据蝶影来看蛋 然后第三 那就是论剑和唯有沉默 根据你的蝶影 然后最后才是最后的赢家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一系步法 首先是外炫闹装 可以时代四大宫 当然呢 你可以闪剑 大宫 火套 戏球 快箱锁 随意闪剑搭配 都是可以的 导演最好的 目前来说 还是四大宫最优秀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逆炫部分 这里只推荐 撒尔索图 是比较契合脱怕的一个 然后上面呢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配队步法 拖帕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是比较拼向于 辅助队友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拼向于什么 吹击起器 那么也就是一个双C 追击队 那么我们可以配合 真理 警员 克拉拉等 追击C 然后呢 再带一个拖帕 然后再带一个 驱根鸟或者是软眉 对吧 然后呢 孙虫里这边可以选择 霍果 罗刹福 全部杀金 其中杀金肯定是更好的 因为杀金本身也有 最佳翁机 最佳翁机 还可以进一步 去拉挑战者 对吧 这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抽取建议啊 抽取建议这里 注意插B档 直接拿下来 如果说你像鼠 追击队的玩家 那么也可以考虑抽取 但是需要注意 知根鸟 优先 然后其次呢 就是门星玩家 那么就可以直接不拿了 然后如果说你在 已经确定要拿拖帕的情况下 那么非要多拿一斤 优先拿专五 赌真理追击队的时候 有条件拿一加一 因为我们说了 一加一就可以 一个人挂三个分辨状态了 就可以完全保证 真理的分辨状态 如果没交界 那零加一 最次才是零加零 如果说你不打算 组真理的追击队 那么零加零就够用了 那玩家呢 那你就拿六加一 或者六加五就行了 所以说总体让他来说 托霸他 对于追击队 体系 可以考虑抽取 其他对我来说 他的这个泛用性 还是不够高的 所以说你得考虑到 你的抽属够不够 对吧 记得关注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